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在中国 这个诗是一种很精髓的文字 如果一个文化好不好 你看看他的诗好不好 中国的文化是很优秀的 但一等我会讲下去 大家就会知道什么叫诗情 原来情是诗的灵文 如果诗没有灵魂的话 没有情的话 就没有灵魂 如果诗没有情 这个诗是不可以讲动物的 人毕竟是一种情义的动物 诗是情的灵魂 所以诗的高低 诗的成就的高低 当然是情不可以动物的生别 画就讲义 稍后我也会讲到那句诗 其实义是有意境的 中国旧时不论书画也好 文楼也好 诗词也好 你见到画好的时候 你可以马上将它的形状在自己的印象里面 但文字 诗也好 词也好 文章也好 都要透过文字的组织 然后刷动一种结构 能够把你的形象形出来才能够吸收到的形象 然后产生一种动革 有了这种形象之后 然后是可以像画的 人类似某的内容 你们这样 就是那个人最文字的 假如的能力的高大 这个地面有很多广告 你一望就有很多广告 这些广告很好看 我最记得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句 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 這句話很多人都很驚奇,這句話為何這麼好呢 我有一次我亦都有同一種感覺,我問人 這個人寫這句話,寫這句話是真是很好的 這句話是全香港最出名的廣佈創旨,很有情緣 因為得到廣佈很多情緣,這句話是一種物 如果你對一種物,你都是只在乎曾經擁有 我今日擁有,明天就劈了一個瓶,但如果這個人 他能夠有情緣的話,你對一種物,你能夠追隨你這麼久 他的手錶就是,都不能戴在你情緣的左右手 情緣,我剛才說過,是詩的理論 如果那首詩是沒有情緣的話,是沒有情緣 我們知道七言律師,以黃河流為第一 黃河流根本很多評則又不對,因為律師最重要是評則相對 要公整,如果連公整都談不上,律師根本已經是無法 但它好到你無論改,適人都已成黃河去 已經成黃河去,這裏空而黃河立,黃河一去不爆反 白雲千古空日,晴千歷歷,漢明善,方數淒差,應無罪 日無相關,何處事,人無降息,使人殺 原來人,這是很負衣情,我們生在故鄉 剛才我們來自香港,或者我生在大陸去故鄉 故鄉日無,日頭又無,鄉關又很遠,自己在客州中 所謂,恩波,恩波好遠,江海好遠,而故鄉不在望 一時那種柔子的情感湧上心,這種使得天虎,天虎 沒有人可以再寫得太好,所以眼前有景度不得 為什麼呢?因為吹號泰詩在上 在黃河有,財戴如理法都寫不到 可知都說,那個詩的情,你能夠講到絕的時候 講到沒有人可以再和的時候,你就受惡一次 所以黃河流根本有很多不對稱,黃河一去不浮返 百環千載兇又有,哪裏相對呢?那裏又有,不浮返 怎同呢?完全不同,但是因為他日無相關,何處事 一波江上來,屍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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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屍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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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隆失明讀的时候不知道,词又三万, 但讀完后他教你读, 你不会一拨,一拨就拨, 三年级开始念隆失明那些, 到四年级念那些比较长一些, 都是那些两天的,三年四年, 五年就比较长,论述的东西, 到六年级,连史记,连左转那些, 三档制十二来文,那些很长篇大队, 长篇大队,徐氏陆,那些四年级,五年级, 岳阳流记,最中城记,什么记, 黄康祝流记,真是随时可以念, 我就是大学的时候,我还可以练习, 我练习当时不是多急, 好,慢慢我就好像牛饭初一样, 初初不懂,到慢慢的时候, 突然间醒不,然后就懂会用上它, 所以背书是很重要的, 如果大家现在这个时候,七六八十, 到这头入这头出,已经没什么办法, 所以背书如果你有机会, 不如中英文,中英文,叫子女背书, 将来对他其受英文, 我如果今天是联络华有这么好记性, 或者是有这样的训练, 就是小时候训练, 因为那时思想弹数, 他无论记忆,人是记忆, 例如我们举个例, 我们年轻人听语, 我们今天五岁在这里, 我们八九十岁的一年五十岁, 每个人听语的时候, 都没有不同的训练, 右手词写得很好, 他怎样写呢, 那少年听语歌曲上, 红足分裸像, 中年听歌是限周中, 光阔寸带年来世, 老年轻人嘴枕上, 点点滴滴到天雄,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刚才讲, 这一出语最重要, 从少年听歌, 我们是一种风流消沙, 不知人间辛苦事, 所以逢中分六日都应该是一个很快乐的对事, 中年你要出去玩吃, 你听歌在鹤旧中断眼云呆, 光阔云呆断云吊西, 那种离仇别墅又不得不要出去玩吃, 这个老年听完在枕头上睡不着, 他说想听,点点力去天, 我们分五个小时就够了, 有些人要起床洗手间, 所以每个人都不吸引, 所以人生的过程百年就很快过来, 各位,我来这里,我现在七岁了, 现在八十月了, 是不是? 转眼就没过去, 那时候还可以什么, 现在真的听雨是在枕头上, 有时下雨更快, 有些人起来风口, 哇,特别是说, 是讲义景, 那个义景是很重要的, 王国伟, 我相信各位有很多先进有很多艺人计, 都读过这个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它最重要呢, 王国伟又发明是一种境界, 人生有三个境界, 它的境界又具体一点, 我们刚才讲的, 情感上精神的元素是比具体的, 事象呢, 手为是多些, 但是呢, 在画景里面来说, 它这个形象的, 那个境界呢, 是比这个情感是多些的, 所以呢, 是不同一样的, 我们一会儿看这个有办法, 把诗情话语, 揭抬成为一样东西, 等一会儿呢, 我就会讲下去, 是可以的, 人生的境界是什么呢, 人生的境界, 我记得是有具体的时数, 那它怎样讲呢, 王国伟讲, 但国伟的词是麻烦你, 王国伟讲, 是什么, 但是它论词呢, 你真是一流, 所以学诗也很学词, 词呢, 是诗的意思, 诗发展到唐, 没得找的时候, 有财情的人, 有些天宗奇才的人, 它不能够呢, 受这个诗的触摇, 因此呢, 找到词那里, 另有一种的体重, 使它表达它的天才出来, 所以, 所有的艾文呢, 都是什么呢, 是有天分的人呢, 来创作的, 词呢, 譬如清明朗, 就是你, 太同理伯开始了, 慢慢呢, 扑失麻, 慢慢就, 一路到诗, 诗呢, 诗呢, 这种的体重, 比较自由一些的, 我会将诗, 这个诗呢, 发挥到真正知, 诗呢, 到诗以后呢, 又不同, 发展到前呢, 已经去到顶峰, 所以, 到语呢, 语曲, 又语曲, 又不同, 所以, 每个诗, 每个诗, 都不一样, 明呢, 到小说, 清呢, 到口句, 所以, 这个问题就是, 所以, 讲学文的时候, 一定, 我们会讲前面的, 各位, 如果对艾文, 如果有兴趣的话, 一定, 要好学, 好学的基础一边, 在多读, 原来, 好学, 所有好学, 学文的基础, 在多读, 多读读, 很多人说, 如果见到, 那些不是, 真正正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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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本书里, 你想想, 有些人, 一世人, 只有一本书, 或者不教一本书, 是一年书, 或者一年书, 你能够, 在很短的时间, 将每一生的精神, 所聚的地方, 消化到你, 所以, 你最好是读书, 读书呢, 就找古人去, 所以, 神教古人, 众女尋他千百度, 回首, 都抹见那人, 正在当火难山寺, 都不见到, 这个人去哪里, 原来, 在他的奋斗途中, 他无法见到你, 你也都见不到他, 回首, 抹见那人, 突然间见到他出现, 他已经成名理就, 以待当火难山寺, 是这样的境内, 人生是这样的境内, 三个境内, 这些画, 亦都有意境, 本来意境, 我们中国的文行, 已经有意象, 有意识, 有意境, 这个意境, 是比较简单的两年, 这个呢, 我看到一本书, 李可怡, 当代的画家, 他讲的意境, 讲得很简单, 我非常认识他, 所以我都不需要另外论来讲, 他怎么说呢, 这个意境是什么呢, 他说意境是艺术的理由, 借景抒情, 经过艺术的加工, 达到情景交易, 尾的境界, 诗的境界, 大家记得, 诗的境界, 就是意境, 原来画, 可以达到情景交易, 所以, 一会儿我又要发挥, 为何以前的人的画, 而写字呢, 因为他将那个情, 那个诗的情, 所谓,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其中的情, 那个诗, 他已经是用一种艺术的加工, 在他那幅画里面出, 所谓的诗, 我撕了他, 他不需要在那, 所以, 我个人, 为何会这样呢, 旧时的人, 送以前的人, 而是提字的, 但提字有何好, 现在, 为何旧时不是呢, 我稍后再讲这些, 这些书法, 大家就会知道, 可知道, 你可以间接认同我, 情是诗的灵魂, 而这个画的灵魂呢, 是情意交融, 是情景交融, 就成为一种艾术的作品, 一种高的作品, 我们很特意, 我们中国, 比如书法好, 画好, 它有南品, 有日品, 有神品, 有好事者, 中间又加插, 或者有些什么品, 日本人最无聊, 它买盒糖果, 它又做了凉粉, 所以日本人, 因为凉粉在中国, 根本不入流, 所以日本人讲中国文化, 时时都搭了一皮, 所以我一看到, 哎呀, 凉粉, 真是虾底食, 我们中国不入流, 他讲入流, 都怪不怪, 所以日本人, 他说我老虎都空杀, 中国人不是, 他时时将所有的蜜, 即使很粗暴的东西, 他将它人性化, 人性化怎样, 因为你可以跟它沟通, 你可以感动它, 它又感动你, 两个都可以交流, 所以中国, 这个所谓天人可以相合, 密情可以相合, 所以我们所谓自知假蜜, 等等都是人性化, 表现了之后, 人是可以以人为本位, 所以我们中国是民人, 人民本位的道理就是这个, 因为人性化, 股斯是以陈子昂公布, 当邱州台歌为第一, 唐诗三百首放第一, 第二都很有关系, 因为你小心牌的时候, 都知道它是有层次, 那个层次昂怎么写呢?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人, 也由有瘡炎而泰下, 当一个人一生不遇, 前不见古人, 没有古人那些, 那些是台不后进, 后不见来者也没有解承, 天地虽大, 念天地之人, 我自己是很孤单的, 我没有朋友, 也没有提拔我个人, 也没有后知了解, 你说人生, 一时呢, 这种情感, 不如人生百年, 不如情感, 白云生爆肃, 情一定是悲苦的, 情有时很快乐, 甚至悲苦的时候, 将悲苦爆为快乐, 我读两句, 胡卓军, 刚刚果身, 我这个老师朋友, 多好年, 但你知道吗, 我们那个欧盈塞, 是一个老学文家, 他在做秘书国的时候, 是教队很多文学, 但是很多没有名字, 所以人如果能够是无名的, 而有言可以捉住, 这些言是很重要的, 当然你讲苏东邦, 我们讲很多很多苏东邦, 都没有文明, 讲黄生公, 很多很多无名, 讲迈肺, 很多很多文明, 但如果没有人, 没有前人, 他都是中华文化, 积累之中, 一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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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累之中的英雄, 我们更加应该对他们, 他有两句话, 尼来, 一病, 轻刺耳, 尼来, 一近来, 一病不是多病, 不是九病, 是一病, 轻刺耳, 他没有讲瘦, 他的手, 好像燕子一样, 说成什么, 扶上, 雕鞍, 马不知, 扶上, 一只马里的马都不知道他会上来, 他瘦到几个情形, 所以这个诗人感心瘦口, 不知诗, 无以义, 他又没有讲他瘦, 他又没有讲他多病, 又没有讲他什么, 是讲他轻刺耳, 他没有讲他瘦, 他轻刺耳, 扶上, 雕鞍, 马不知, 啊, 听到这, 真是这位仁兄, 我真的很抱怨, 他做了一句, 他写给大家看, 怎样写呢, 我亦兴舟将出世, 凡君严作挂返, 我亦兴舟将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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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不说死亡, 他又不说我亦兴舟, 兴舟是什么, 是有水的地方, 这是什么, 一看就知道是苦海, 既我亦兴舟将出世, 要出海了, 离开苦海了, 就是泛军, 导舟, 导舟可兴可兴, 无导, 你便无导, 和他挂一枝梵在那里, 那枝梵是否加速那个兴舟, 出离开苦海, 他能够将生死至于道外, 你说这些真是, 这个情写得几条纸, 他又是, 是, 是, 我说悲苦,